台当局安全部门的特勤人员利用跟随蔡英文出访的机会 走私大量香烟被查获 案件曝光之后持续引发关注 时代力量民代黄国昌25号再次爆料称 除了香烟之外还有其他的走私物品不在查扣名单之内 而这批物品已经不知去向 就连蔡英文办公室派出的运送走私物品的五辆货车也没有被查扣 台安全部门特勤走私香烟案持续发酵 时代力量民代黄国昌25号爆料 他到官务署清点查扣货品 只发现9800条香烟 但利用这次机会走私的还有其他东西 是华航员工购买的却不在查扣名单内 我亲自到了我们官务署的台北关 去清点看的那些查扣的货品 里面只有吴宗宪他们 所夹带走私的9800条香烟 但是违法带进来的东西不止这些东西 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华航的员工买的 请问这些其他违法带进来的东西 现在在哪里 黄国昌说 官务署人员认为这批物品 有可能在蔡英文办公室派出的运送私烟的五部货车上 但不知道货车现在在哪里 需要请检调部门说明 蔡英文办公室也应该说明这些货车是谁派出的 侦查不公开 绝对不是违法滥权的折袖部 据台媒报道 检察官24号搜索特勤人员的宿舍 拿走涉案人员的个人物品保全证据 另外涉案人员共出一份只有50人的团购名单 但国民党团认为平均每人购买196条香烟 不符合常理 要求蔡当局尽快公布参与团购的人员名单 数量以及涉及的部门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照曾明宗表示 这起走涉案的涉案主体是蔡英文办公室 蔡办秘书长陈菊必须辞职负责 蔡英文也要道歉 台湾政治评论员陈松山认为 走涉案情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恐将波及更多高层与政治内幕 蔡当局的微信也已被破坏殆尽 对蔡英文2020选情产生重大负面影响